審計署早前發表報告 說政府處理沿岸垃圾不善 立法會在木委員會舉行公開聆訊 當局同意同接納審計報告的建議 考慮引入針對清潔承辦相缺勤的罰則 漁護署說已經落實審計報告部分建議 包括增加清潔核下泳灘的標準 加強對清潔工人的監管 和加強針對海上垃圾的執法行動 落實每年最少兩次抽驗海上垃圾袋的數量和重量 另外針對清潔承辦相缺勤的情況 除了要求保護服務或按合約條款扣減當日工資之外 也考慮引入罰則加強助割力